今次和大家继续讲有关胃病 不过是如何去检查出胃病呢? 有几种方法的 第一种是我们常见的胃镜检查 这些是用一个管 是由口腔直接伸到胃里面 探头就可以直接拍摄胃里面的胃壁的情况 然后就可以详细了解 有没有冲血、水肿、微烂、股羊各种的情况 这个就是要胸腹检查 所以之前你就是要不吃饭一段时间 最少12个小时 不过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但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检查过程中 你会有觉得不太舒服的感觉 因为它硬硬塞管内 口腔里面 你下意识 你就会有反吐的感觉 因为入了一些 不是你应该吞热的食物 这个管就会令到你的口腔 有个自动想吐它出来 但是医生就叫你继续吞下去 继续吞下去 所以这个检查都比较痛苦 不过如果你有的要求 你可以医生叫他 给你完全是一个 私梦之下来做这个检查 究竟什么人需要做这些胃镜检查呢? 如果这个病人的年龄 已经有50岁或者以上 就适合了 而且同时它又会出现病症 好像体重下降或者已经排黑变了 第三个情况就是 吞热觉得有困难 那就要做胃镜 排除食度和胃部 有没有肿瘤这个可能性 第四样就是病人有贫血 那怕着会是胃出血 所以就更加要看得清清楚楚 用胃镜就是最适宜了 那第五种就是 当你完成药物療程之后 你的胃还是不舒服 没有改善 这就不是吃药那么简单 就真的要去看一看它 就要用胃镜了 除了胃镜 还有几种的选择 一种叫做背餐检查 你的患者是需要服用一些造影剂 这段时间之后 你服用了之后 这个造影剂 就会通过你的消化系统的鱼动 充满你整个的消化度 那你用这些X线去检查 就可以了解到你的消化系统里面 各个器官的形态特征了 这个也是要你胸腹检查的 那它也会觉得是不舒服的了 做这些检查 但是它可以详细了解你消化度里面 各个器官的特征 这个情况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第三样东西 还先进 原来是一种叫做胶囊内镜检查 这个胶囊内镜在检查的时候 你不需要特别的准备 不需要插口 也不需要服用那些造影剂 只需要服用一粒的药丸 那你在工作生活环境完全会受到影响 没有任何的痛苦 也没有任何的毒性的副作用 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整个肠道 和胃里面的各种病变 那现在因为这些胶囊 逐渐投入在这个检查上用 所以肠胃患者 可以不再忍受做传统性检查时 插管那支的辛苦了 第四种就是 武痛的胃镜检查 这个更加先进 他这个武痛胃镜是利用超声原理 去诊断和检测消化系统的病 一种仪器设备的方式 特别是采用了一种 促容胃腸的超声座显剂 令他明显地看到 不需要插管 没有损伤 没有痛苦的 在很短时间就能够很清晰地检查 各种慢性的萎缩性的胃炎 十二指肠胃炎 胃下水 急慢性的结肠炎 各种肿瘤 炎症 蜥肉 这些病 全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可以提供更加多的诊断的证据 让医生可以下半段了 因为不需要插管 不需要和病人的体内有所接触 就减少了传染病的交叉感染 就可以扩大了检查的范围 是更加适合那些高血压 心脏病、观心病、 严重哮喘病人 和这些月形肝炎大菌的病人 他的腸胃系统的检查和判断 这些毛痛的胃镜 能够采取病变的组织 去做病理细胞的检查 很明确的病变了的性质 清清楚楚 知道了 那就可以用于 确诊各种慢性的胃炎 胃育养 食肚癌和胃癌 这些各种的疾病